非常的多 可能好几倍啦 当然如果说台数算下来的话 那不得了了 一个公司就要花非常多的钱 所以越来越少公司愿意花啦 不过当然有的时候也买个一两台而已 意识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倒过来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一请切到上面这么多啦 其实大家有个共用性 你可以找到什么呢 找到那个 123外部资料 外部资料呢 因为我的资料是从Excel里面过来的 所以呢我就找到什么Excel 然后他还问你说 那你的Excel在哪里啊 所以一般习惯这样 因为我主要的资料是从Excel 那我就外部资料 找到Excel Excel的话呢 就档案名称给他 当然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外部资料还资源什么 一样是SS ODBC指的就是说 要连结那个其他资料库 包含什么 SQL Server啦 Oracle啦 MySQL等等的 或者是文字档 XML等等 那我们先用这一个 然后选取 位置在哪里 浏览一下 我是放桌面上 的这个范例 的这个 有没有 问题01 好 所以给他了 因为他们同一家公司了 所以应该相同性应该很高 好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他自动抓到 第一个工作表 那实际上 SS跟Excel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他 Excel一个档案 对应到SS 就是一个资料库 一个工作表 对应到 SS就是一个资料表 资料库 对应到工作簿 然后工作表 对应到资料表 那两个其实是有match OK好 那第一栏是不是 那个第一列是不是栏名 是按下一步 然后呢 这些是不是要更改 其实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干脆就用预设就好了 所以姓名 身高 体重 性别 标准体重 刚好五个栏位 没错 好 其他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按下一步 那要不要建立主索引 什么叫主索引 他会自动帮你编号 因为我们资料量不算多 不要好了 不要主索引 OK 就固定就这五栏就好 这样比较单纯 好 按下一步 那汇入的资料表 我们叫问题一 资料 所以名称 干脆都一样好了 就是我们有建了一个资料库 叫问题一 建了一个资料表 也叫问题一 OK 那个资料库的结构是这样 他一定是资料库 里面会有很多个资料 资料表 就跟Excel里面会有很多个资料表 工作表一样 然后呢 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会有很多个栏位 那我们有五个栏位 栏位里面呢 就可以放很多的一笔一笔的资料 所以他一笔资料就一列 两列三列 一笔就是一列就对了 OK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 这边按下完成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我产生一个问题一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工作表 那里面的话就有这些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测试了什么 其实哦 因为他已经帮我汇进来 可是其实我主要是 要他的结构 那资料我想要重新汇入 所以把这个资料干脆把它删掉好了 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 里面现在没有资料 我们等一下做的就是 把Excel的资料直接倒过来 可是要怎么倒过来 当然我今天不是要教你 复制 贴上 可不可以 这样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这样做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把资料贴过来 你会发现 Excel的资料怎么贴过来 很简单 Ctrl C 然后记得哦 贴的时候 它是一列为单位 所以呢 你是直接 移到这边 箭头点一下 Ctrl V 就可以直接把它贴过来 其实两边 因为同一家公司嘛 所以他的那个相同性还蛮好的 那我们如果今天是希望怎么样 我是希望 在以后在表单里面 是用程式的方法 然后程式怎么 把你的 也许是我们的最下面一列 或者是每一列 这一列 哪一列 然后帮我怎样 用程式的方法 就是启动表单的时候 这边哦 可能多一个按钮 叫新增资料 或者叫新增淘了 直接它输入完之后哦 除了输入到这里之外 我也希望它也希望它也能够输入到这边来 不过这个是输入单笔 可是问题我们需要是全部批示的话 所以要分两阶段来看 如果你单笔可以输入过去的话 那你就可以自然怎么样 可以把这边所有的资料 批过去 那一般是批过去之后 就把这些资料 批掉了 归零了 那所有的资料 通通跑到资料库了 一塞就没有了 汇整到那边去 OK 所以逻辑上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把重点再重复一次 第一个请各位先到那个SS里面 建立一个空白资料库 放在哪里 放在一样范例档里面 名称叫问题一 再利用什么 外部资料用贿赂的 贿赂记得 贿赂五个栏位就好了 你不要再加那个什么主索引什么 因为怕到时候会乱掉 好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会的就是 如何建立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再利用那个外部资料 从那个Excel里面 直接把资料 Excel里面的资料 把它汇到SS 那这个关联性还蛮强的 就是那边有什么栏位 汇过来就有什么栏位 这样我们就不用重新再去建了 OK 那这个时候SS它的角色 主要是储存 以后很多共用的资料 通通把它倒到这边来 但是你要把它倒过来 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如果用Ctrl-C Ctrl-V 是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写一个程式 直接在表单里面做控制的话 这个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怎么做等一下再来看 那么 谢谢大家